大家好,前幾天有位網友留言給我 我打算開這集回答一個問題 他的留言是這樣的 他又說可不可以叫我講解一下 用特輪的Cornel 例如舉個例,是3861 為什麼不可以長開呢? 我試一下理解他問什麼 長開的意思是 我的理解就是不可以長開Cornel 3861 我給你看看這個樣子 其實就是這隻 挺漂亮的 他應該是改良161 之前就是預球標 這隻就是新的預球標 就叫做3861 結構上應該差不多 就是升級了 MATES MASTER COAXO 大概是這樣 還有可能 打磨 一些 coating 一些倒金 可能漂亮一點 再看看他的問題 他用到一個概念 就叫做特輪 特輪是一個很正式的譯名 他英文其實就叫做CAM C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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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算是齒輪的一種 但他沒有齒 但他主要的作用 在工程的作用 就是 將一些旋轉的行動 一些旋轉的活動 轉化為一個 Linear Linear 即直線 直線的運動 其實一個樣子是這樣 他一邊轉 當這個滑輪 它沒有齒 滑輪一邊轉 下面不是有個STUD 那他就會前後推 因為這個滑輪不是圓形 它凸了一點 由一個 VOLTURY的MOTION 就可以令到這個STUD 前前後後地彈 其實原理是這樣 大致上原理是這樣 看看 他問這個問題 就是為什麼用CAM的計時 浴 不可以長開 我們去看看浴 這個浴 真的有CAM CAM CAM 就是這個 CAM System 就是 跟倒柱輪 跟Column View相對 這個是一個CAM 很可惜 這隻錶也是漂亮的 但是它沒有倒柱輪 所以就是這樣 所以就是這樣 這隻錶一定是不便宜的 這個肉也不便宜的 但是它正正是沒有Column View 仍然是用CAM System 除了這個CAM System 其實每一個Column的累計 這個CAM 其實都跟了一個CAM 因為為什麼呢 這個CAM就是控制回彈 去歸零 就是 你任何的 即是三支Column的累計 時分 和小時 在這個CAM上 它要跟這些CAM 也會黏住一個CAM 好像一個心形 或者是叫攜線型 一個CAM 它就靠那個CAM 很準確地歸零 你一回彈的時候 所以呢 如果就這隻錶來計 它應該是有四個CAM 四個CAM 計算這個 即是計算CAM System 那個CAM 如果那隻錶是用 杜柱輪 Column View 也有三個CAM 我這樣理解 因為CAM System 就一定有的了 即是在累計那裏 即是無論是 中向離合 或者水平離合 都會有那個CAM System 所以呢 我理解網友 它的意思呢 它這個CAM System 就應該不是說 Totalizer那個CAM 不是說 時分秒那個CAM 是說 這個CAM 我演繹它 它就是說這個 再說一次 它又說 為什麼 361這隻錶 用這個CAM System 滑輪 滑輪 是CAM System 是不可以長開Column 怎麼回答呢 我就不認為是這樣 我就覺得沒有關係 即是你用不用CAM System 或者用Column View 都可以長開的 因為這個CAM System 其實就沒有什麼關係 因為你記得 兩點位 一按是開始 Start 那它就行 然後呢 你透過一個Liver的系統 它就換了位 然後你再按第二下 它就會停止了 其實這個CAM System的作用呢 其實你都可以想像為一個 磊合裝置 即是同一個按鈕 你是有不同的功能 即是我按 我就按就是Start 但是我就是要用這個按鈕 去 不是叫它Start 第二字 因為Start了 就是Stop 那就是一個 Start和Stop的一個磊合裝置 那其實跟 即是開不開Column 就應該沒有什麼關係 或者我這樣試一下 這樣去理解 可能呢 它說的滑輪呢 就應該不是說CAM System 即是不是說 不是說這個 即是不是說Column View 和CAM System的分別 可能呢 它會不會是想說 離合方法 即是說 有些人 我也聽過 有些人這樣說的 就是 水平離合 即是這個 這個水平離合 你看到 秒論 一個 過度論 那這個就是Cornograph 那是不可以長開的 不可以長開的 即是水平離合 不可以長開 那 有些人這樣說 那是不是意味著 垂直離合的Cornograph 譬如 例如 Ditona那些 又可以長開呢 因為 那很簡單說 那 水平離合 就是透過齒輪的活動 那 你長開的意思 就是拖多了些東西 就是本來有拖時分秒 走時分秒 那 就開了Cornograph 這個卵 就拖多一組功能 但是 我就 覺得 沒什麼所謂 就是你開不開都沒有什麼關係 因為拖多些東西 那 你有很多功能的標 都是拖多些東西的 譬如 舉個例子 你在這隻標 那裏 搭一個 日期 或者搭全日曆 那 其實他都是拖多了些東西的 那 拖多了些東西 有沒有影響 那當然有 對Friction 就有影響 那拖多了些東西 那整個Friction 應該是會大了的 但是 是不是一個很致命的問題呢 那我覺得 不是 拖多了些東西 就拖多了些東西 那 舉個例子 一隻 2892 改全日曆 全日曆 全日曆的標 就是Complete Canada 那他也是拖多了些東西 那 那你覺得 全日曆的標 可不可以長開呢 對不對 那你先回答我這個問題 全日曆的標 可不可以長開 那我又不覺得有什麼問題 那 有些人說 水平離合不可以長開 那 是不是意味著 垂直離合又可以長開呢 是不是可以這樣 是不是這樣的意思呢 那 我覺得 垂直離合 長開 其實又沒有什麼問題 其實 也是拖多了些東西 就是 又不會說 對隻標有什麼傷害 只不過是Friction多了 那你 可能洗油 都會 會密密一點 可能就 那 不是一個本質上 一個對隻標是真的傷害了 我會這樣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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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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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問我 建不建議開 沒有用 那 如果你沒有用這隻標的Cornel 那當然是不要長 不要開了 因為你開 那又轉多一點 那些齒能 那又要 有些選號 那 那 但是這種選號都是合理上 你這隻標就當然要走 那 那你沒有用就不要開 那 那你說 可不可以長開 那其實真的跟我見不到有什麼分別 因為 跟 離合方法我都覺得沒什麼分別 就是 那 如果你 你主張不可以長開的話 OK Fine 那 所有Cornel都不應該長開 就是 無論它是什麼離合方法 那 你都應該用同一個原因 就是 沒有用就不要開 那 那 如果你覺得可以長開的話 OK 都可以長開 沒問題 那你都應該 各 主張 任何的離合方法 都可以長開 那 但是如果 你說一種 水平離合 過 過 齒的 就不可以長開 但是靠 垂直離合 用Friction 那些的 就可以長開 那你應該告訴我 為什麼 為什麼 我也想聽一下為什麼 因為我都不太明白 為什麼呢 那要解釋一下 好了 那今天跟我們分享 就是 一些 看法 那 也是想 回應 主要是想回應 網友的問題 關於 關於 謝謝 謝謝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